哈喽 麦格听姐好 介绍我的下午好 今天我们来到 哇 好漂亮的屋子哦 非常大间 我们来到Desa Derbao 很多朋友都想找Desa Derbao的房子 为什么 因为Desa Derbao这个地点非常好 周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区 这边去Ajon Derbao也好 Johorjaya那一带也好 去Mosden也好 都非常方便 可是这边又是一个非常环境很好的一个小区 这一间带你来看的Desa Derbao两层半大脚头牌屋 他是在Desa Derbao的9F9D这个区来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止这一间是大脚头 又是一间Unbroke View的屋子哦 而且这一间Unbroke View面对着前面暂时 现在是一片空地不是马路来的 隔壁都是住宅区 所以车多的朋友里面可以停很多车 对面可以停很多车 旁边又可以停车 如果你问我听解对面之后会起什么 对面之后会起的是房子 不会是电屋所以就不用担心 多数都会起房子的 今天带你来看的这间是一间56x80 OK56x80的这个两层半大脚头牌屋 我们的屋身也很大 这一间屋子中间单位的话屋身是26x80 哇26x的房子哦 我们来看车房的部分先 哎真的很大间哦 有在线上朋友 如果你在找住DESA DRABLE OK 家里人数多的朋友哈 这一间屋子非常适合你 五家一间房五间厕所 我们单单是车房哦 麦克可以停几辆车 大车三辆 大车三辆 大车就可能是那种 ESTIMA WELL FIRE HIGHLUCK 三辆可以 中行轿车或者小车 四辆没有问题的哈 中间只是车房罢了哈 我们还有地的哈 把我忘记我们还有地的哈 我们这一片地的话呢 旁边哈 30尺宽 30尺宽的这一个旁边的空地 哇 你要在这边挖泳池 还是要在这边做一个小庭院 做一个篮球场 足球场要做它扩建 像我们后面邻居做什么 扩建厨房 扩建客厅都没有问题 物质已经很大了 26成80 再加上30尺的地 还有什么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间单位 非常隐私性超高 看到吗 这一个围墙哦 足足有大概10尺这么高哦 哦 非常隐私性的一个围墙啊 可以讲哦 哇 真的是应该很多人的 这个梦想的房子 这么大间的房子啊 重点是这一边 Dissadrabal 9地区哦 是永久地区 我们这间单位是东北方向的 OK 大门是向东北方向的 带你进去参观哦 里面的这个物款 里面的话是26 OK 物身是26 26的扩度 所以非常大间 一进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边有一个非常非常 扩的一个玄关处的位置 你看哦 它的这个宽之外 前面的这个位置哦 也很很很大 你看啊 这个门如果这样子放的话 两片半的这个地砖 五扯的这个位置在这边 然后爪进来 进到来我们的客厅的位置哦 也是非常宽敞的 26扯宽的客厅哈 这一边是你的living room 你的客厅的空间 这边你可以放你的电视墙 可以想象看你要怎样做装修哈 非常不错的一间单位 进来非常的舒服 采光也很好 因为它是脚头嘛 旁边这一边哦 有两扇的这个slighting door 所以哦 客厅里面的采光很好 这一边你还可以拿来做成饭厅 通常都是这样的啦 那一边是大客厅 OK 客厅真的可以摆很大的沙发 这一边的饭厅哈 如果你要摆一个大圆的 这个饭厅的这个座子的话 霸人的大圆座 或者是常坐霸人都肯定没有问题的 旁边还会有很宽敞的空间 这个就是这间屋子哦 真的很大的卖点 非常大间 这一边哦 还有可以规划做成私厨房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大大的中导 OK中导给你的这个 家里的太太 这一边可能可以放一个小 tabletop 放那种饮水机啊 放在外面 要去拿水啊 还是什么洗杯在这边 厨房后面可以在家壁厨 还有私厨房 啊 这一边你就可以拿来做成是你的私厨房的空间 它已经做好了有这个推拉门的位置 OK所以外面干里面是 然后洗衣机那些 后面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放的 因为这间哦 它是56x80 OK是80的 所以车房可以做到很大 我们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哦 都可以做到 空间感非常够 你可以看到吗 这个宽度26的这个宽度非常大 然后我们的洗衣机的这些位置啊 全部哎水管位都有了的 OK都有了的 然后我们往后走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哦 这个空间哦 是屋主把它遮起来的 这边哦 可以拿来做 可能你可以放储藏室啊 家里的sore room 比较多 少用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旁边这边呢 哎 楼下这边呢 有一间厕所的就在我们的这个厨房 厨房旁边这边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用人房 用人房旁边的是 厕所共用的 然后私厨房 干厨房 楼下当然还有一个长辈房 所以楼下是一间长辈房 一间用人房 一间store room 这一间长辈房的空间正正方方哦 非常好摆放哦 长辈的一些哦 卧室的用品 床啊 衣橱啊 梳妆台啊 很好摆放 而且长辈房 它是有着自己的private的这个toilet的哈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间在 金地点的一间 双层 哎 两层半的这个牌物 1.48 物龄多少年 这间全新二手单位 物龄是8年 OK 8年的物龄哈 我们现在先上来到二楼 它二楼的小厅也非常的宽敞哦 你可以看到二楼的小厅根本基本上可以放一张麻将桌 OK 或者可以放一个很舒服的沙发在这边看电影的空间都可以 哎 真的是很舒服这个空间 或者哈 做一个玻璃门起来 这一边放一些哈 书柜 然后放工作台 在这边把它做成一个书房都很不错 为什么呢 你看在这边做工看书看累了 我们还可以 哎 走出来这个小厅旁边的这个阳台这边 哇 看出去外面都是你家 养的鱼啊 种的绿绿的植物啊 非常漂亮哦 然后我们也去参观一下我们二楼的房间哈 二楼的话主要是有两间的客房 还有一间的主人房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哈 这一款的物质 听起来今天带你来的这一间Tesadrable的大房子 它的房间都非常的大间 这一间哈 客房而已哈 因为它是26的物身 所以它房间做的都很大 这一间房间放King size下去走路的空间都还是很足够的 你可以看一下地砖算算一下啊 会算的朋友算算一下地砖就懂啊 这个是两二乘二的这个地砖哈 放了你的King size的床 这边你要做一个大衣橱给你的孩子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采光也很好 然后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私人的洗手间 壁砖都是上到底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很细心 还有这个玻璃的这个架子可以放你一些微浴用品的啊 我们也去看一下隔壁的这个客房哈 ok 低层一身长臂房 我们二楼三间房间 楼上还会有房间的哈 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跟刚刚隔壁的客房两间的尺寸是一模一样大的 这一间哈 稍微好像还有再大一点点的感觉 可是主要是什么 这一间房间 好处是它的采光是更好的 ok你可以看到两面采光 ok因为是脚头单位 两面采光 你可以看到房间的格局一模一样哈 这边是一个大镇方形 再配上这边一个小镇方形 看出去这一间屋子的view就是看草地 绿绿的草地 这边也是有保安围离区的哈 保安围离每个月是180块钱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邻居还有在家扩建 扩建这一间的房间下去 然后一样的每一间房间 它都是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洗手间的 你可以看到洗手间的吸力很高的哈 非常的舒适的 整间屋子哈进来就是觉得这样舒服 因为很大间采光又很好 方向也很不错啊 方向哈 大门的方向呢 是向东北方向的 东北偏东 然后我们 地的方向是在北比较多 ok地的方向偏北的 再来我们来到我们主人房的空间哈 诶 镜头带大家来到主人房咯 好在线上的朋友 你有朋友在找着 大脚头屋子吗 有的话 这间1.48 两层半 大脚头屋 56层80 记得分享给他哦 这一间来到是主人房了 ok主人房有两个空间在里面 一个大正方形的空间 这边是我们主人房的卧室空间哈 这边你可以 放什么 放你大大的这个睡床 非常舒服的睡床 一早起来看出去外面就是unblock view绿绿的一片 啊非常漂亮 再来左手边这一边哈 可能可以再放个梳妆牌也好 我们的衣橱呢 放在另一个空间 ok这边可以吊电视机的 你可以看到 它采光很好 这一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哇站在那边看这个衣帽间的空间感 超大的 这个衣帽间可能就等一个单层排屋的一间小客房了 这一边你可以看你要怎样坐车 一个U型的衣帽间都可以的 主人房的厕所呢 就会更大一点点了 可以看到这一间屋子的主人房的洗手间哈 洗手台是双洗手台的先生跟太太 然后这些台面都是已经做好了 可能你挂一个大镜子就可以了 架子的话旁边也是一样的 它已经设计就是有这个玻璃的成价位了 可能你坐个门起来就可以了 马桶的位置当然我们主人房 一定要有的就是干湿分离的这个格局哈 直接淋浴间在这边都是有这个很贴心的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在自己挖然后又要补砖它都是现成已经有了的 接下来我们这一间是两层半嘛对不对 带你去看看楼上的半楼哈OK 这个地点在DESA DERBAL 9D这边4分钟可以到AEON DERBAL TESCO ITEA TORPERS 6分钟可以到哪里哈 6分钟可以到我们的Ostin Heights三圈咯 还有我们的水上乐园那边呢 还有宽楼五小我们的巴西古道 highway的这个entry路口也是只有6分钟的距离而已 8分钟可以到Johor Jaya跟这个哈板南那边的哈 我们来到二楼半这边一上来你可以看到 二楼半这边一上来很特别哦 它是有一个洗手台在这边的 这边是可以哈给你可能放一些呃 可能你招待朋友的时候啊 这里是一个娱乐空间啊 所以的话在楼上可能可以放饮水机 或者一些我准备食物的地方 这边它是做成设计成一个娱乐的空间来的 楼上它还有一间房这边的话是开放式的一个厅 你可能可以放坐球坐在这边 或者是拿来放麻将台在这边也可以啊 这一个长方形的空间 再来哈你可以看到楼上这边的话 它不只是有房间跟厅这边有房间 它还有设计一个厕所 所以如果来楼上这边休闲娱乐的朋友哈 这边做客房也好 楼上的客人要上厕所不需要跑到二楼去 不需要跑到底层去 这边就有厕所了 这一间哈楼上是一间房间一间小厅 这一间房间也是非常大间 长形的一个房间来的哦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什么 健身房哇 这边有个自己的健身房 非常的爽哦 然后楼上的这一间厕所也是比较大间的 你可以看到洗手位马桶位这边 你看到吗空间感非常大哦 然后我们这边淋浴间也是都是很宽敞的 币村也是美美的这种灰色系浅色系的 这间房间哎我真的觉得很适合拿来做练 还是健身房并动的空间 因为他这边旁边是有个大阳台的 这个阳台跟我们房间是用透明玻璃的门区隔的 所以这里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楼上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大大L型的一个阳台空间 整个空间拍给你们看哇 啊ok那个如果是站到最尾端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格局感觉是怎样的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空间哦 如果你们是自己住的话 听解是建议哦 这边可能要装owning要装遮棚的 ok这样子也可以比较预防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天气热障冷缩 可能哦久了会有一些渗水的问题啊啊 这一边大阳台就是在两层半楼这一边的阳台看出去呢 侧边就是我们旁边的地 还有前面看出去也是一整片绿油油的周围都是住宅区来的哈 周围都是住宅区啊 这个地点真的是非常的清幽 然后又很方便清幽之外又很方便的地点 真的是哦不不难不不不不不简单找 应该是讲不简单找 而且这边算是成熟旺区哈 在哪里这间就在 Désadrebal ok Désadrebal 9D 9D这边的两层楼办的大款的双层排屋 脚头屋整个土地面积呢是56层80 有五家一间房五间厕所 ok 每一间房间几乎都有厕所永久地气 我们是东北大门向东北旁边的地呢偏北 24小时保安威力每个月保安威力费呢是180块钱 这边的屋林大概只有八年左右而已 这一间是全新二手单位来的哈 卖价是多少钱 屋主的卖价是1.48M ok 一百四十万啊1.48M 四分钟车程可以到我们的Aeyondrebal 可以到Tesco 可以到Ikea Tropez 一百四十八万 ok 一百四十八万 六分钟可以到Austin High 可以到宽楼五小 可以到Basegudan Highway路口 八分钟车程可以到我们的这个Johorjaya 版南啊还是版南的NSK啊都是八分钟车程而已 全部方便的地点都是不到十分钟的距离 如果你是下坡底的朋友哈 这一边下坡底多久 20到25分钟左右可以到我们坡底市中心 到City Square到CIQ那个方向 如果觉得这间房子真的很漂亮很大间 给婷姐一个888在下面留言哦 或者把你有兴趣想要看这间房子的朋友 take在下面 ok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来麦哥婷姐好介绍 也可以点击WhatsetLink WhatsApp 我们询问更多的哈 屋主们如果你们要出售物质 记得记得要联系麦哥婷姐好介绍哈 可以让我们帮你的产业做个估价 让你知道这一代大概market price 跑着多少钱 要买房子的朋友可以打来询问 看你可以不会买到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外国人是可以购买的哈 如果是有外国的朋友 还是新加坡的朋友想要找地大大的房子 这一间物质也会非常的适合你 像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了 记得离开的时候点赞 关注麦哥婷姐好介绍哈 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